关心天下大事也论财富人生 大家好我是白年 2023年中国第一次开始考虑琉球独立 这个沉寂了近150年的问题 终于重新搬上了台面 并且将给东亚带来巨别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 最近中国媒体上谈论琉球独立的声音越来越多了 纽约初解放军联合参谋部原副参谋长 在日本参加会议时 就向日方抛出了琉球独立的观点 而在此之前 中国高官几乎从来没有公开谈论过琉球归属问题 在另一边 琉球也就是现日本冲绳县 于今年三月份设立地区外交办公室 决定甩开日本中央政府独立进行外交活动 紧接着没几天 冲绳复制室主动前往中国驻日大使馆 拜会刚刚上任不久的中国大使 而冲绳当地一把手 知事郁城丹尼则宣布 将于七月份访问中国 这一波属于中国与琉球双向奔赴 立刻在日本乃至美国政坛引发地震 因为一旦这个面积不大的 东亚小岛真的要独立 整个东亚的局势都会发生惊天逆转 为什么琉球人要闹独立呢 百年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琉球的历史渊源 中国与琉球的关系 那可以说是自古以来 1372年 明王朝与当时的琉球王国 正式建立了藩树关系 如今收藏在冲绳纳瓦先立博物馆的 中国册封史性力图 展现的就是当时 琉球新王受明朝廷册封时候的壮观场景 甚至明朝皇帝所赏赐的上性 琉球国王都使用了很多代 1663年 清王朝代替明朝册封琉球 琉球改用清朝年号 此后历代都向清朝纳贡 从未间断 然而日本自明治维新之后 开始觊觎中国国土 侵略中国之前 日本计划的第一步 就是先侵吞台湾岛和琉球岛 1871年 趁着俄罗斯在西面侵占伊犁 清朝廷应接布暇的空档 日本吞并琉球并进军台湾 面对这种情形 琉球也曾向大清发出求救 但清政府的态度却是 琉球孤悬海外 地级民贫 反正就是你们这些山野乡民 离得也很远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就不管了吧 这期间还涉及到 以左宗棠为首的陆防派 和以李鸿章为首的海防派的权力斗争 感兴趣的粉丝 可以阅读相关的历史 反正到最后 清朝廷和日本签订了中日北京条约 以日本退兵台湾为代价 换取了日本对琉球的主权 于是琉球就这么被无能的清廷卖了 1880年 日本正式吞并琉球岛 将琉球改名为冲绳县 虽然名字换成了与日本本土无异的县 但是冲绳人在日本一直是二等公民 例如二战冲绳战役期间 日本不但强征冲绳百姓作为苦力 快要打输的时候 为了不让冲绳人自敌 日军还强迫冲绳人自杀 为天皇玉碎 结果这个不大的小岛上 有约20万冲绳平民丧生 有的村子整村整村被日军吐灭 成为冲绳百姓中永远的伤痛 反而在日本本土 挨了两颗原子弹之后 天皇就立刻投降了 二战结束之后冲绳被美军接管 但当地人境况却没有好到哪里去 我们都知道 驻外美军那是劣迹斑斑 强占当地土地民房 强奸抢劫 贩卖毒品无恶不作 喝完酒打架斗殴 再开车撞死个人 更是家常便饭 根据冲绳民间统计 从70年代到2019年 当地有六成强奸案是美军犯下的 但因为有治外法权 犯人定罪率却少了近八成 同时美军引发的交通事故 累计造成4000多人死伤 1995年 三名美军士兵 轮奸了当地一名12岁少女 曾在冲绳引发大规模游行示威 直到最近 冲绳人还在因为美军基地 释放的化学品 污染了当地地下水 而进行抗议 为了让美军撤走 冲绳人一直在各种场合发声 例如 冲绳出身的天王级歌手 安石奈美会 在2000年于冲绳举办的G8峰会上 顶住时任日本首相 森喜郎的压力 拒绝唱日本国歌《军之代》 曾引发国际舆论关注 2022年 同样出身冲绳的演员 辛环杰一 则出现在了控诉 美军强奸暴行的电视剧围栏当中 政叹方面 现任冲绳之士 郁城丹尼被称作反美斗士 其父亲是驻冲绳美军士兵 但是他在尚未出生的时候 美国人就抛弃了他们母子 郁城在年少的时候 还亲眼目睹过美军交通事故 撞死当地居民 因发一场反美骚乱 因此郁城丹尼对美军 是根深蒂固的厌恶 上台之后 他最大的诉求 就是将美军基地赶出冲绳 然而 面对日本美国两大国的强权压制 只有一百多万人的冲绳 想要实现美军基地撤出 和独立的愿望 难上加难 并且 因为日本本土居民也厌恶美军 二战后 还有更多的美军基地 在往冲绳搬 坐实了冲绳人 二等公民的身份 今天 冲绳岛上大大小小美军基地几十处 密度是日本本土的一百倍 因为受到美军基地的撤肘 当地经济始终发展不起来 当地政府曾测算 如果美军完全撤出 冲绳财政收入将会是现在的三倍 但是 在2023年 冲绳的命运终于出现了变数 那个变数 就是中国 在冲绳官员突然拜访中国大使后 5月份 央视新闻 新华社等官媒 相继重磅报道了 冲绳岛上的美军基地问题 表达出 冲绳人想要决定自己命运的希望 6月初 在中日之间 一场有官方背景的高层会晤上 中方向日方抛出了冲绳独立的构想 立刻在日本争弹 引发地震 当场就有数名日方议员高声反对 冲绳绝对不会独立 为什么我们会在这个时候 提出冲绳归属问题呢 其实 冲绳问题由来已久 需要明确的是 基于二战后 波斯坦公告 日本的固有领土 只包括日本本土的四个岛屿 并不包括冲绳 1971年 美日私自签订冲绳返还协定 将冲绳的施政权移交给日本 这一协定未经过联合国授权 并不被国际社会公认 所以 目前日本在冲绳只有托管权 并没有所谓的主权 百年认为 此刻我们提出冲绳归属问题 包含着国家的三重考量 第一重 就是在外交上阻止日本介入台湾 长期以来 日本跟风美国 在台湾问题上不断挑衅 尤其是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 提出了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这一论调 成为日本介入台湾争端的导火索 日本政府最近甚至以台海部门作为借口 在西南方向岛屿部署导弹部队 明显是在故意针对 所以 在与日方探讨台海问题的同时 中方抛出了琉球归属问题 一方面 礼貌的来说 是我们希望日方能够换位思考 明白台湾党对我国的重要性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 能够同意自己治下的领土独立 另一方面 这更是针对日方的警告 因为日本自己也是问题重重 并不是无懈可击 一旦日方不承认一个中国原则 那么存在已久的琉球矛盾将会被中国点燃 如果中国在国际场合为冲绳人发声 那么过去被美日联手压制的冲绳民间舆论 会不会爆发 谁都不清楚 这属于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那更进一步来说 如果美日真的一意孤行 一条道走到黑 那么安排琉球的未来 也是在为武力收复台湾做准备 这是国家的第二重考虑 看地图我们就能知道 台湾岛与冲绳非常近 只有不到700公里 飞机不到两个小时的航程 正因为非常近 所以驻冲绳的美军 成为美日武力介入台湾的最大地气 反过来说 如果有一天我们武力统一了台湾 如果美军不撤出冲绳 那么驻冲绳的美军基地 就会成为台湾岛上的达摩克里斯之舰 成为很多台独分子的妄想 让我们在台湾的治理根基不稳 这就像当年解放战争刚结束的时候 由于浙江福建沿海很多岛屿 没被收回 台湾的蒋介石还一直梦想着反攻大陆一样 最后 从整个东亚的大区局来说 冲绳是中国与美国争夺西太平洋影响力的最关键棋子 只有冲绳独立 美国才可能完全撤出西太平洋 这场中美之争才能说我们胜利了 这是国家的第三重构想 还是看地图 我们就能发现 冲绳是美军前进东亚的最核心之点 是美国在第一岛链遏制中国的桥头堡 冲绳距离台湾岛 中国上海 日本本土 韩国不过6000到8000公里的距离 距离菲律宾也只有1000公里 而再往东 冲绳距离美国的另一军事基地关岛 则多达2200公里 正是因为有了冲绳 美军在日韩菲律宾的军事基地 才能连成一线 例如2022年8月 佩洛西来到东亚窜访台湾 半路上其专机都要停靠冲绳基地进行补给 如果没有了冲绳 美军在日韩菲律宾的基地 将会成为一个个古典 此时 如果我们已经控制了台湾岛 台湾的西边是台湾海峡 南边是巴士海峡 是中国东南的屏障 再加上美军撤出冲绳 中国经济最发达的东南沿海 发展安全将得到保障 同时 我们控制了台湾海峡和巴士海峡 这两条最繁忙的国际水道 就意味着我们卡住了日韩的贸易命脉 而位于巴士海峡南边的菲律宾 处于中国常规的炮火射程之下 将不再敢挑衅我国 届时 中国将可以在台湾建立太平洋舰队 随时进入西太平洋 对关岛和夏威夷都产生影响 而美国位于日韩菲律宾的军事基地 孤立无援失去作用最后的结果就是被美国放弃 所以从东亚大棋局的角度来看 台湾和冲绳是一个棋子的两面 中国有了这枚棋子就能够走活整个东亚的棋盘 而美国失去了这枚棋子 就距离撤出西太平洋不远了 所以在大家通常关注的热电台海问题之外 2023年中国开始认真的构思起冲绳的未来 一切从7月份冲绳当地领导人访华的这一刻开启 整个东亚命运的车轮也将随之开始转动 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 别忘了关注百年说正经 关注后续更多精彩内容 我是百年 我们下期见